兩名男子拿著球棒不斷砸向路邊車輛 整台車被砸了一圈 發出陣陣敲擊聲 可以看到擋風玻璃幾乎快碎光 事情就發生在五號晚上六點多 王姓和何姓男子與陳姓男子 相約在林口文化北路二段 談判債務事宜 不料雙方疑似談判破裂 隨後陳姓嫌犯從身上拿出一把刀劃傷何姓男子 雙方爆發拉扯衝突 警方獲報後趕到現場當場壓制逮捕嫌犯 不過何姓男子遭到砍傷後 他的友人要幫他出口氣 拿著棍棒到現場砸毀陳姓嫌犯的車輛 警方立即調院監視器 將犯案的林姓和余姓男子查棄盜案 全案訊後將依傷害妨礙自由毀損券送辦